霍振廷唯一不满意郭晶晶的地方 就是孙子要写完作业才能和他玩 知道郭晶晶在货家地位高 但真没想到会这么高 当年郭晶晶和多年一姓好友聚会结束后 在临走之前两人来了一个拥抱 这一幕恰好被来接他霍启刚看到 那时两人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霍启刚看到自己女朋友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更是粗意大发 在大街上对着栏杆就是一顿踢 这还不够解气 于是他带着哭腔把电话打给了未来的岳母 作为豪门的富家公子肯定非常注重面子 有好事的记者将这一幕说给霍振婷婷 本以为作为公公的他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他不仅没有责怪未来儿媳 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自己儿子身上 当着众人的面怒斥儿子无理取闹 那时的郭晶晶还没有嫁入霍家 就已经被老爷子这么护着 足以想象进门后该有多受宠 朱玲玲曾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给儿媳打多少分 她更是毫不犹豫地当着无数记者面夸她 郭晶晶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公公就掏出三亿作为奖励 哄她开心 还在媒体面前笑得的见牙不见眼 当有好事的记者问想不想让郭晶晶三年爆俩时 她也是站出来维护儿媳 要知道豪门最重视的就是绵延子嗣孩子越多越好 可作为霍家的掌门人 霍振婷并没有把郭晶晶当作生育机器 而是把她的身体放在第一位 如果只想要一个孩子 那老爷子也会尊重她 除了得到公共婆婆的宠爱 老公霍启刚更是个超级恋爱脑 当初两人一起参加节目 有一个把面粉搬到屋里的任务 霍启刚为了不让老婆吃苦 自己一个人搬完整整一卡车的面粉 明明是自己承包了所有的面粉 但游戏结束后还会担心郭晶晶有没有受伤 甚至连最开始不愿意参加综艺 也因为吃醋老婆和别的男人搭档 所以忍不住报名郭晶晶爆的每一个综艺节目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十多年 并且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两人依旧如同刚恋爱时那么甜蜜 咱就是说有疼爱自己的老公和宠爱自己的公共婆婆 这样的豪门生活谁不羡慕啊